成天文化议政协会日前捐赠物资给花莲市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魏嘉燕除了代表接受也颁赠感谢状 市长表示成天文化议政协会对民俗文化推展不遗余力 也连续四年捐赠物资给花莲市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 成天文化议政协会日前举办完中原普度法会 理事长吕应玄就协同产物理事 将20份物资以及30包白米要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希望透过食物银行的公益平台将物资妥善分配 帮助到生活羡困的弱势族群 自己协会本身每一年都会做一个这样捐赠物资的公益活动 那今年是第四年 第四年在做这个中原节普度物资的捐赠 那我希望说可以借由每一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捐赠公益活动 可以带动花莲在地的这些公益团体 然后加入更多这样子捐赠物资的活动 市长渭嘉燕也在社劳客长小职位的陪同下代表接受 并颁证感谢状 肯定义政协会为地方所带来的付出与努力 那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年轻有为的一个协会 率领那么多的 我们的善男性女 将我们的物资捐赠出来 那未来也希望 我们有更多的公司企业 还有我们的一些公庙 那都可以将我们普通的物资 捐赠到我们食物银行 市公所也期盼有更多的热心人士 伙社团 企业 宗教等等 都能以行动来关切社会弱势族群 集结大众之力 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洽询花莲市公所 社劳客 记者许立琴 华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